非常感谢你 我是中海戏剧学院的老师波人 我觉得以你的水平 完全可以换一份和钢琴有关的高资工作了 我暂时还没有换工作的想法 就不打搅你们了 告辞了 那我加一下你的微信可以吗 最后有服务再联系你 灵异掏出了手机 跟美女教授互换了微信 灵异回到了九州阁 系统秘书林薇的声音在脑海中响起 恭喜完成新职业第一单 获得一个五星好评 奖励月亮完沙滩 灵异也是一愣 这有了月亮湾沙滩的环 那岂不是可以把九州阁 和旺江码头都连起来 这也太棒了 你好 请问是灵异李先生吗 是我 我是月亮湾景区管理局的工作人员 你方便什么时候过来办手续呢 灵异没想到工作人员这么迅速 她决定现在就去办理手续 半个小时后 她来到了月亮湾景区管理局 李先生好 我是之前跟你联系的蔡婷婷 灵异上前与工作人员握手并介绍了一下自己 而后工作人员就拿出了景区所有合同和材料 让灵异过目看看有没有问题 灵异接过资料坐到了沙发上 她很好奇 为什么工友财产月亮湾风景区会私有化拍卖 其实月亮湾景区没有什么维护成本 所以就委托了外人帮忙打理 结果那些人有很深的社会背景 现在景区没有办法了 才拍卖的 虽然月亮湾景区已经卖给你了 但产权依然是国家的 你只有七十年的使用权 到期之后需要再续 你的意思是 接下来的使用 就由我和月亮湾的实际管理者交涉了 是的 他们就在滨海路一百四十二号 灵异听到了这些消息不由地陷入了沉思 他要思考一个解决办法 出了管理局 他给旺江码头负责人毕丰江打了一个电话 毕丰江 月亮湾沙滩的事你知道多少 林总 你不会有收购月亮湾沙滩的想法吧 那地方有点麻烦 到现在欠咱们二十多万呢 灵异听这话炸了 这帮人居然还欠他钱 他必须去会会这帮人 灵异让毕丰江带好欠条跟他会合 不一会儿两人就来到了滨海路一百四十二号 灵异看着门口蹲着两个混混不由嘲讽一下 门口蹲着的两个人也看见了他们 哟 毕老板 你怎么来了 你们经理呢 我找他有点事 绿头发吊儿郎当地表示他们老板东哥有时不在 毕丰江根本不信这一套 而且这个所谓的东哥的车还在门口停着呢 毕丰江介绍灵异是旺江码头和月亮湾沙滩的老板 这次来不只是要钱 还要谈谈月亮湾的事 两个混混听见这个身份顿时一惊 月亮湾沙滩居然被收购了 这大事确实得跟东哥面谈 灵异却一把拿过毕丰江手里的文件 而后一把丢向了黑发男子 办公室我就不去了 你转告东哥医生 让他把人从月亮湾沙滩撤离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欠我们的钱也抓紧还了 也因为这点小事伤了和气 说完话 灵异便带着毕丰江潇洒离去 东哥 强哥 刚才收购月亮湾沙滩的老板来了 让咱们以后别参与沙滩的事 还让咱们把旺江码头的账给拼了 让我去拼账 旺江码头的账 滚哪笔事 混混赶紧说明那个人同时 还是旺江码头的老板 东哥顿时怒了 虽然有几个钱 但是居然赶到他的地盘上刷 动来 对方好像不太给你面子了 明天我去找他 要是他不懂事 我就让他的生意做不下去 不可不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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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不得的